嗨大家好,我是乐子 今天跟大家录一期呢 就是前几天在微博上 那人民网发了一条 就是关于一个孕妇被解聘的一个消息 那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 德国的孕妇福利 以及德国的孕妇在工作的过程中 会不会有被解雇的可能性 那在这个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想说一下之前 我的视频下评论 今天有人说乐子的风格呢 就是一镜到底 那我为什么要一镜到底呢 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 在德国的小型创业公司的小老板 所以我每天的工作非常非常忙 很难抽出一点时间来 录一个视频 那我能给到这个视频的时间呢 可能最多就一两个小时 那你光录呢 可能就要录到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一个二十分钟的视频 可能有的时候要重录之类的 那再去解极的话 实在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我这就是 能给到的最大的时间 我只能是尽力 那如果大家喜欢一些 拼拼胖胖的效果 我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就给大家坐进去 那现在呢 实在是没有办法 就只能非常朴素的 一镜到底 就用非常零散的时间呢 跟大家来聊聊天 那我今天想说呢 就是德国这个福利 那其实我昨天看了一下 那个微博上的一条微博 就是它是说什么呢 就是国内有一个孕妇 她工作不到一年 然后呢 现在是怀孕了六个月 然后公司把它炒掉了 那其实在之前 有类似的新闻 大家如果去看下面评论 大家都说 这个公司这么无良公司啊 这样欺负孕妇之类之类的 可是现在就是 感觉大家就越来越理性 在那个微博下面的 前几条留言 至少点赞最多的留言 基本上就是说 那她工作不到一年 就已经怀孕六个月 而且在这个六个月当中 还请假了三个月 大家就觉得 这个孕妇的 这个诚信有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 也不能就是单独的 就是说这个孕妇 就是故意去讹这个公司的 那确实有可能就是 她被拼用了之后 以外怀孕了 那其实这也是应该 一个公司 义务之内需要承担的风险 但是呢 就是因为 可能确实有这种 这个那样的 那个孕妇 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就是有这种 就是这种 要讹上公司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才造成了很多公司 在录用员工的时候 其实对于30岁以上的 已婚妇女 已婚女性 是比较有保留态度的 因为她必定能看到 这个方面的风险 那如果 我说 因为我自己也是开公司的 我之前也遇到一个女孩 她刚来 当时来面试的时候呢 她就 一般来面试 就是第一次来面试 大家都会 都会来聊一聊 就是 你们公司是干什么的 我能干什么 你能给我多少钱之类的 然后那个女孩呢 就非常special 她就过来跟我说 那你能不能给我签一个 然后当时我们聊 我觉得她能力还不错 确实是不错 看起来也是很 就是很适合我们的工作 当时我说 我可以给你一份工作 那一般来讲呢 就是没有那么急 那那个女孩就当时就说 你能不能给我签一个 合同当场 然后我说 这有点太着急了 为什么要当场签呢 后来我就跟她继续聊 其实那女孩还是挺实在的 到最后再来说 她也跟我说 她说明天我就有一个 就是一个检查 就是我有可能怀孕了 那我觉得她 已经约好不代表 明天检查的话 她可能就是自己在家 已经咽出来 她是怀孕了 也就是她就是 在一个怀孕的状态中 才去求职 那 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是 不是一个公司 非常希望看到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 就是因为我自己 遇到这种情况 所以在后面 我再去面试一个 30岁左右的女性来讲 我其实是有比较 比较那个 比较怎么说 就是比较 有点 就是有点防御心 那实际上我觉得 你如果在一个公司 服务了两三年以后 你正常生个孩子的话 是很正常的 但是如果你说 你在一个公司 根本就是没干过几天 然后上来 就是直接生孩子 这个对于公司来讲 就是如果大家 做一个换位思考 比如说你是一个雇主 什么情况下 才能让每一个 个人在那里的雇主 就比如说你家 你雇了一个保姆 那你雇了一个保姆 这个保姆过来 没工作几天 他就怀孕了 对吧 然后你还得照样 给他开工资 开工资 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你来讲 也是一个损失 所以就是如果 是一个企业 是一个大的企业来讲 我觉得这种情况 还好 因为大企业 毕竟它体量大嘛 这些东西无所谓的 但如果这个企业 本身自己也是 没几个人的小公司 那如果上来一个 就是这样的话 那其实对于企业的 这个消耗 也是很大的 其实它对于企业的 消耗不单单是 给这一个人 去开这个工资 我觉得这个 还是一个小头 主要是你这个人 你不是说 开了工资 就可以在家待着 你还是说 在这个怀孕期间 还是要上班的嘛 那如果你要上班的话 你还是从事 你原来的工作 那作为一个 怀孕状态的一个女性 跟一个正常 非怀孕状态的女性 的工作状况 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有那个 怀孕激素的话 你每天会比较 试睡 而且你可能会有一些 反应啊 要吐吐啊 前几个月的时候 那这个实话 不单是要给你开工资 而且就你所从事的 这一个业务范围之内的 这个业务 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很多公司 比较在意的问题 真的不是那几个月 的工资的问题 那好 那我就这样 说一下 说到这个问题呢 我就说 再说一下德国 在德国工作的女性的 怀孕过程当中 和生孩子之后 你有什么红利 有什么福利 那也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如果你打算 在德国工作 和在德国生孩子的话 其实你知道这个 是非常非常非常有用的 你一定要记住 因为你现在 提前知道的话 你现在算好 你可能会 生孩子以后 你拿到工资 是可以得到最大化 那么德国的 就是怀孕过程中 生孩子 就是拿到钱 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呢 就是Modershavet 就是你怀孕期间的 这个拿到钱 但是你怀孕 如果你在工作的时候 你拿工资嘛 那么在你 比如说你预产期 是1月1号 那么你1月1号 之前的6周 以及你1月1号 之后的8周 你是可以拿到 一个正常的工资的 就是你原来 这个工资水平 是什么呢 就是你休假 比如说你1月1号 开始休假 那你1月1号 之前的三个月 10月11月12月 三个月到手的 平均工资 就是NATO 到手的工资 平均指 就是你休假 这段时间 拿到的工资 就是你运前6 后8 这个是你拿到的 到手的工资 就是说白了 就是你工资 是没有减的 原来拿多少 还是拿多少 但是呢 你就可以得到 3.5 3个半月的假期 那对于雇主来讲 那这个 你发了3个半月的假期 其实不是雇主 全部支付的 它保险公司 就是医保的公司 支付的是每天 有13欧 剩下的钱呢 是这个雇主来补齐的 所以就是这个风险 其实还可以 对雇主来讲 好 那就是你 拿了3个半月的 全的工资之后 然后在家休息 3个半月 然后后面 你的产假 多少时间呢 产假可以从1年 到3年 就是你可以 连续修3年 那么而且在你 连续修3年 在家的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又生了2胎 你还可以继续修3年 就是以此类区 无穷竟 也看你能生多少个了 但是 你们是不是 你生孩子 就是 拿多少钱呢 就是除了这个 你刚刚我说 预产期之后 8周 你是可以拿到 一个远工资的 那么你生孩子 不是还给你这个 8周以后 还有这个 差不多1年的 这个时间是 你可以在家 抚养孩子 那这个期间呢 你也是能拿到收入的 那么这个收入是多少呢 这个收入是你在 休产假之前 你的12个月的 平均 NATO 就是到手工资的 65% 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家要 最好是在你 休产假之前的 这一年里面 努力工作 争取拿到这个 公资的最大化 因为你后面 休产假拿的钱 是以前们这一年 为基准的65% 所以这一年 你的表现 你的收入 是对于你后面 生孩子的收入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问题 然后就是 你生完孩子之后 我不是说可以休三年吗 也就是你只有一年 是可以拿到 这个65%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这一年 我不会把65% 全拿干净 你就把这个 把这一年的 这个钱 够平均到三年去拿 也是可以的 反正就是 你如果就休三年 和你休一年的钱 是一样的 就是你休假之前 12个月的65% 这个就说清楚了 就是休假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儿童金 就是Kindergate 就是你生了一个孩子 除了你拿这个钱 你的孩子 也可以领到钱 那孩子领到多少钱呢 孩子 就是看见多少个孩子 如果你是有一个孩子 两个孩子 那么前两个孩子的钱 都是每个月 204一直到这个孩子 成年为止 你每个月都可以 收到204欧的收入 那如果一个孩子 204两个孩子 408一次 那第三个孩子 会更多一点 就比如我又生了 三个孩子 那第一个孩子 是204 第二个孩子 204 第三个孩子的话 就可以是220多 好像是 就多几十块钱 后面的孩子 也是这样 那三四是多一点 然后在第五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都跟三四 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你生的孩子 越多你拿的钱就越多 而且你可以交的税 就更少 就比如说你生到 我这个我不确定 好像是生到五个孩子之后 你基本上可以 差不多不交税了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有一些 穆斯林的朋友 他就是可能 生的孩子比较多 那女性了 就不工作了 就在家靠孩子的钱 也是一份不错的收入 但是一般来讲 华人的话 还是没有这种状况 基本上大家都是 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工作 这就是德国的福利 所以我在想 就跟大家提醒了 就是说 如果作为一个 怀孕的女性 就尽量的吧 就是一个 你也要为其他女性着想 就是一个 诚实的现在去工作 就是我们来工作 就是工作 那么该怀孕就怀孕 如果你在一个公司 服务两点以上 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雇主 我会说 忘了你怎么怀孕了 你栽赞我的便宜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 没有任何一个公司 我会这样说 但是你如果一上来 就怀孕你 这是很难让人相信你 是不是 所以这就是一个双方的 而且就是如果 这种女性大量出现的话 对于其他女性的就业 真的会造成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虽然德国 在招聘的时候 是不允许说 我只招女生 或者我只招 三十岁以下的女生 这是法律明令禁止的 但是法律明令禁止 也只是说 我在招聘的时候 我就不写嘛 但你来了之后 我还是可以各种 或者我各种不需要理由 我也可以不路用你嘛 所以这个影响是不是很好 所以大家给大家造 为了其他女性造了 就一个更加好的就业环境 所以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那么也希望就是 有雇佣女性的雇主的话 如果有女性怀孕的 这种情况 也不要就是默认的 就是觉得人家来啃你 我觉得这是你在招聘的时候 需要考虑清楚的 那如果你觉得他合适 那他意外怀孕了 我觉得这是你应该承担的风险 其实我觉得雇主跟雇佣之间 其实相当于一个婚姻的关系 短暂的婚姻的关系 那么其实就是说 你已经选择了对方 对方出现任何状况 你都要兜着 这是雇主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其实觉得这种情况 双方都有问题 就觉得这个怀孕的孕妇呢 不应该去 就这样对吧 那雇主呢 也绝对不应该去辞退 这个孕妇 但是毕竟有法律 所以就是走法律的一个流程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好那希望今天的视频呢 能够给大家带一点点帮助 因为今天在工作的地方 录视频呢 所以声音有点小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清楚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给我的视频点赞 然后还没有订阅我的小伙伴吗 记得订阅 好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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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